讲的是这个多轨效果器机架啊 那么这个东西除了在这个咱们可以在这个多轨面板多多轨情况下点这个fx可以看到对吧 fx什么意思fx不就是相当于一个函数吗 自变量是x哎 通过对它取效果得到了它的函数fx是吧 那么这块呢还有这个混音器 那么这个混音器什么意思呀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有一个对应关系啊 怎么对应的啊 一一对应的这个面板 对这个面板这个面板跟这个这个符号 是不是现在他们就一一对应了 那么他们一一对应的实际上就是说你点这个就相当于你点这个对吧 你可以看到他们相应的效果器 你在这也可以对它开关进行设置对不对 你也可以把它怎么样啊 冻结 冻结音效 当然你也可以开关呀 还可以调这个详细属性啊 混音台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 比这个里面还要强大 它可以在一个视图里面看到 那么这次咱们讲些什么呢 这次咱们讲这个东西啊 这个五种音轨啊 咱们现在接触的所有的音轨都是普通的音轨 就是音频的音轨啊 除此之外还有视频的音轨 就是给生这个动画配音 MIDI的音轨 然后呢 总线音轨和主控音轨 咱们这回讲两种音轨 一种是这个总线音轨 一种是主控音轨啊 然后咱们就会讲到MIDI和视频 讲完这两个咱们这个audition呢 基本就结束了 好 那么总线和主控都在哪呢 首先咱们看一下怎么添加 怎么删除音轨 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这个是对应一对应的 对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一对应的关系 这个音轨一 就对应上面的音轨一 这个音轨二 就对应音轨二 这个总线A 对应总线A 主控 我找了半天 它没有这个这个总线 没有主控 怎么办啊 你拉到最底 肯定有总线有主控 那么怎么添加总线啊 右键就可以插入一个什么轨啊 你可以注意到插入有这么几种轨 是吧 这个音频轨啊 MIDI轨啊 视频轨啊 总线轨 主控不用插入 因为什么呀 因为主控 是一个就是输出到声卡 声卡到音箱的这么这么一个一个东西 你根本就不用管它 它自然而然就存在了 咱们怎么看它呢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输入输出里面 输出里面看不见 把它拉大一点 可以看到 它的输入和输出各是什么 输入输出各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输入是麦克风 音轨一输入麦克风 输出呢 输出到主控 音频二呢 输入是麦克风 输出到主控 如果说我不输出到主控 我直接这个输出到什么呀 我输出到无 行不行 听一下 还有事吗 哎 他就没输出了 那说都告诉他到哪啊 对不对 哎 那么现在说我不到无了 也不到主控了 我到这个总线A 那么咱们听一下 哎 总线A呢 一点事没有 为什么呢 哎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总线A 还是在这个调音台里面看一下 比较好 调音台里你可以看到 总线A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他这个推了 推到这来了 对吧 咱们把它推了往上调啊 对吧 这样是不是就有声了 那 那你可以注意到 他控制了谁 他控制了谁 他控制了是这个音轨一 对吧 哎 他他如果你想调音轨二怎么办 哎 音轨二就直接调音轨二 那么为什么要多出来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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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总线呢 现在假如说啊 我把他这个输出 他这个输出也 也给他输出到哪啊 也给他输出到 也给他输出到这个 主控 这个总线A 那么这个时候 我在播放的时候 我把他们这个比例调定了之后 如果我想调整个的音量 是不是我只需要调这个主控的音量就可以了 对吧 对吧 就相当于合在一起了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种合在一起的感觉呢 哎 实际上呢 就是相当于比如说你你你现在有很多种乐器 比如说这个大提琴啊 小提琴啊 中提琴啊 这个还有这个鼓啊 贝斯啊 等等呢 很多乐器 那么你把他们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相当于这叫什么呀 这叫一个bass啊 就跟坐着人家的公共汽车似的 坐着一个bass 那么这个bass呢 实际上这叫什么bass呢 什么总线呢 就叫音乐总线 那么这边呢 哎 你有这个独唱啊 男声啊 女声啊 二重唱啊 大合唱啊 所有这个人的声音都放到另外一条总线 叫人声的bass啊 人就是人的声音的这么一个公共汽车 那么你现在想综合调节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个人声和这个 这个 这个总 人声和这个 半斗声弄的比较和谐 对吧 好 用到一个词 那么 这 这 这时候怎么办呢 哎 这个时候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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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怎么办 你就应该 把它 就是说你在这个调这个 这个音乐的时候 你把你调这个音乐总线的时候 你相当于把所有放到 输出到这个音乐总线上的所有的这个音轨 全都音量变化 对吧 你 你如果修改这个 这个人的声音的这条总线的话 所有的人声的这个是不是也都相应的意义变化 那么不光是人声和音乐声的这个音量的变化 比如说你还可以在这控制这什么呀 控制向位 比如说你现在如果你把它变成100 总线D不要变啊 总线D现在还没有输出到总线D 那么 现在你把这个总线A变成100 就是说全都到左声道 对吧 它什么效果啊 你可以注意到A和B都是两个左右声道的 而 而这个总线A是什么 它是不是只有一个声道 它为什么只有一个声道 因为我把它总线一改 总线上所有的音轨是不是都改了 相当于一个音轨就是一把一把 把这个一把一把全都改了 是吧 那么这个音轨实际上 你可以看到它在这里边也有一些 除了这个 这个相位呀 音量啊 还有一些 比如说它这也有FS FS就相当于你对 如果是乐器的话 你可以对多个乐器 同时这个这个乐器组 或者配乐音乐组 增加这种滤波的效果呀 增加这种振幅的这个这个效果器 哎 那么 这个 呃 实际上呢 这个音 这个总线轨实际上 它也不是单独的 它怎么样啊 它也可以输出到一个地方 输出到什么地方呢 哎 它可以输出到一个新的总线轨 那么 这 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就是一个分组的意思了 什么叫分组呢 哎 比如说原来你的这个乐器里边 啊 分成什么呢 分成这个吉他 啊 琴 还有这个 贝斯 那么这些都属于弦乐 对吧 包括二胡 都属于弦乐 你把它们放在一组里面 然后呢 鼓 啊 这个杀锤 你放在第二个里面 还有这个 然后呢 来什么呀 来一个这个笛子 是吧 萨克斯 等等等等 放在第三个 这属于这个吹的 啊 这属于拉的 这属于打的 这属于吹的 那么三个再合在一起 合成什么呀 合成一个配音 这个音乐 音乐背景音乐的鬼 那么如果你就想调这个 这个 这个 这叫 这个拉的 是吧 这个 弦乐 那怎么办呀 哎 你就调这个就成了 是吧 你就想调这个 这个打击乐 你调这个总线就成了 你就 你就想调这个 这个 这个 吹的 那么你就调这个就成了 然后三个合在一起 再合成一个什么 合成一个这个 这个配音乐 对吧 这边再加一个人声的总线 最后再合成 那么你是不是控制更灵活呀 哎 你就想调这个 你你你如果说 就想调一个 一把吉他 那么你 你就调这把吉他 你就想调这个大提琴 你就调这个大提琴 你想调这个大提琴 小提琴 中提琴 这个合作的组 那么你调这个一个总线 哎 那么总线呢 又可以汇总到总线 这个总线 也可以汇总到总线 好 咱们看一下 现在我把这个总线 A的输出呢 选择到总线 D 然后总线 D 咱们看一下 总线 D又输出到哪呢 输出到主控 咱们听一下 把这个混音器掉出来 这个时候如果把它改成零 是从总线 把总线A改成零了 它的向外就对了 对吧 那么总线A 实际输出到总线 D 对吧 哎 总线 稍微降一点 你把它在这降了 也成 对吧 把这块降了 是不是也成啊 哎 那么实际上 就是由他来输出到这了 然后如果你把他的向外改一下 你得注意到 他这块是不是也改了 对不对 哎 那么这个最终的这个 这个主控主控鬼 是不是也改了 哎 实际实际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是吧 那么 呃 啊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这块 有一个东西叫发送 哎 你可以看到发送 那么这发送什么意思 发送就是说 你除了输出到一个 一个总线之外 你还可以发送到一个总线 那么咱们可以看 看一下 那你发送到哪个总线呢 哎 咱们看一下 他发送到谁啊 他发送到这个 他除了输出到这个 总线A之外 然后呢 我让他发送 发送到哪呢 发送到这个 总线D 好吧 那发送到总线D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咱们看一下 播放一下 哎 那这样这样不明显 是吧 咱们得让他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总线A 现在总线A还是有的 对吧 总线A让他静音 对吧 总线A如果静音的话 然后咱们播放一下 哎 有没有声音吧 哎 你你不是说 是这样吗 这关系是这样的 对吧 哎 总线1和2 一起到总线A 然后呢 总线A到总线D 总线D到主控 对吧 那么 现在呢 是说你除了这个过程之外 你还有一条发送 你发送到总线D 然后总线D又能到主控 现在怎么一点声没有啊 是不是一点声没有啊 那么他应该有声啊 为什么没声呢 哎 咱们看一下这个 发送的具体的这个 这个属性设置 你可以看到 他发送到谁啊 他发送到总线D了 对吧 他发送总线D 但是他的音量是多少 是没有的 那么你把它调成零 再播放一下 还有 有没有声 是不是有 有声了 为什么 为什么有声了 因为他这个 他除了发送到这个总线 这个2 然后又发送到总线A 然后又发送到总线D 对吧 哎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这时候播放一下 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把这个这个他的香味调一下 咱们可以注意到 如果不调香味啊 先看一下不调香味 他的他的状态 这个左右 这个左右基本是平齐的 对吧 你说如果把它调成100 然后呢 哎 我我呢 不让他这个静静音了 我播放一下 他这个左右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听 听一下啊 为什么右边 为什么右边 为什么右边要多一些呀 仔细讲一想 为什么右边多一些 因为什么呀 因为你这个 这个 当前的这个A是 是这两个一起来的 对吧 这两个一起来的之后 然后你把它向位调成左 调成右边多 对不对 哎 那么他显然就就在右边加了一个 那么为什么左边还有啊 因为这个音轨一这块怎么样 直接输出到这个 这个总线D 直接到总线D了 那么到总线D之后 他有一个基础音量 基础音量 在这基础音量之上 就加一个附加音量 这个附加音量谁给的 是总线A给的 对吧 这就是输出的关系 那么这个输出 就是他除了这个默认输出之后 你还可以你还可以设置一些 比如说到哪 到哪啊 这这这种关系 是吧 主控主控就是总的条件了 哎 你彻底没声 对吧 这个主控是对应哪呢 主控对应的是这个 整个声卡的这个 这个喇叭 是吧 那么你实际上 你把这些调明白之后啊 你可以给这加效果系 是吧 刚才说了 那么所有在音轨上能做的东西啊 在这个主控 这个总线都能做 在这个主控上面呢 哎 也可以 那么这块还有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哎 这是这是前置发送 还是后置发送 咱们给个听一下 这个 这样发送的呀 发送啊 这样呢 这样也发送了 那么这个这个有 就是预加载和延迟控制 好 那么咱们这次呢 除了说到这些之外 还要说一个发布的时候的问题 发布的时候就导出是吧 导出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 在这个位置现在看不见 对吧 你可以注意到 它实际上这个有那么一个东西 叫输出哪个东西 你可以决定 你是输出什么 输出的是总线轨 哪个总线轨 还是某个音轨 还是上面的音轨 还是什么 还是主控轨 你总线轨也可以输出 音轨也可以输出 这个主控轨也可以输出 你所有都可以输出 那么这就是你输出时的设置 比较灵活 对吧 好 咱们这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